作詞 曲 李宗盛 《題目帶前書》第二章 第九至十節 又願女人廉恥 致首以政派衣償為裝飾 不以天法、黄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裝飾 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關於你的外形代表你的性格 我可以舉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 例如你出街打扮到像Ironman 這是告訴別人你的性格和喜好 就是你喜歡Ironman,你喜歡英雄主義 例如你出街明明七老八十打扮到十幾二十歲 戴紅戴子,當然十幾二十歲都不會穿戴紅戴子 但起碼你是 就告訴別人你的性格是不承認 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外表外形作出的選擇 是代表什麼呢 例如你是一個女人 無端端穿得很暴露出街 代表了這個人在情慾上 或者甚至她未必覺得是情慾 她覺得自己很孤單 她想有一個男友 她便穿得很暴露出街 穿得衣服、裙子都很貼身 你會看到我正在說 其實對於年紀大的人 慢慢很輕易從你的外形 你的外表 知道你裏面的性格 所以變成我們自己裏面的性格 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要從我們的外表表達出來的 所以變成當我 譬如舉個例子 我其中一樣就是 我的鬍鬚長得很快 如果只要我三四天不剃鬚 就會被人覺得我很頹廢 所以變成我出街的時候 我都會剃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希望 這個就代表了我 我表達了我裏面的性情和性格 例如舉個例子 我不會很不企理地外出街 或者爛生爛世地外出街 我會很端正地外出街 讓人知道這個就是代表了我的性格 我是很著重個人的清潔 我是很著重個人很健康的思想方式 我從來不會穿偶像的大頭樣子 當T恤那樣穿出街 不會又標旗納耳那樣穿出街 這些就是其實 我們應該考慮到我們衣著的選擇 所以我不會像我這樣的年紀 不是說我十幾十歲的時候 我現在不會穿一些虛擬人物 大頭像或者造型出街 因為我本身不會崇拜偶像 我又不會崇拜歌星 明星 以我現在的歲數 五六十歲 但問題是 如果你是十八二十二歲 例外 因為可能你和朋友同學 喜歡大家討論 談談 雖然你不是崇拜偶像 但例如你用的用品 都會有一些現在很流行的 可愛的東西 例如舉個例子 有些人是 代表了他的性格 是很喜歡一些很可愛 常常他的性格 都喜歡引人笑的 喜歡歡樂的 那你就會看到他們的電話套 或者你姐妹的手袋 都會有一些很可愛的外貌 公仔 但是你要記住 很多時候 這個近代和我們上一代不同 近代很多的字眼 有時在衣服上面的字眼 或者是一些造型 一些本來看起來很可愛的公仔 但你要檢查一下他的背景 很多時候的背景 真的代表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你就最好選擇了才好買 就好像你在街邊看到一件衣服 很流行的一個公仔的樣子在山上 以前你從來沒有穿過 又沒有選過 但現在你看到 這次這個做得不錯 你想買 但是最好 因為你有電話 你查一查 或者問問人 問一些比較認識這方面的朋友 知道他是代表了什麼 免得你突然拿了一些很猥瑣的代表作 穿了上身 那就不端葬了 因為這個真的是下意識 你一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個是代表了那個人的性格 所以你要記住 就算你是代表了那個性格 也有那個性格當中的不同層次 有些衣服穿出來 給人看 就會引起人家發笑 但是那些發笑 是比較偏向色情和猥瑣那邊 那你就會知道 這個就是那個人的性格 即是他喜歡引你笑 但是那個引你笑 他不適的猥瑣和色情 都引你笑 那這個就讓你看到這個人的 人格多下賤 對不對 我正在說這個 就是這個外形 很多時候是為了 帶來給你 那些認識的人 或者是去到這個聚會當中 同學會 你用你的造型去帶來 一份的氣氛 但是什麼氣氛 其實那個根本就是 你的性格 所以其實如果你能夠 對這方面有多些認識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有些心理學 或者是body language 你都可以知道 其實當你理解了之後 你這樣做 而且你奠定了這樣做 也隨著你的年紀一路長大 慢慢替換它 替換回適合你這個年紀 你的處事 態度 你選擇了這個外形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你的朋友 用你所期望的態度去對待你 而不用說你吃力不肚 做一些事情 舉個例子 一個老闆經常穿 Hello Kitty 的衣服 但問題是 經常覺得員工 說話沒有句證明 但他沒想到 其實是自己教出來 他將自己的形象 表達到一樣的訊息 讓人覺得他的性格 今天是很輕挑的 你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因為你根本是 不斷將這件事 加諸給你下屬 去洗腦 所以我就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其實 例如我這樣 我一路成長過程 一路搞教過程 我的外表 導致我身邊的人 不會說不知道怎樣自處 不知道我期待些什麼 所以我好像當一個很莊重的聚會 我打完胎 穿西裝去 亦要求他們打完胎 穿西裝去 出席 大家知道 這樣的氣氛是沒有 當然不是狂歡 人人不會拿一支筒 來拍拍拍拍 開始就 周圍彈到周圍也是 不會的 因為這個已經定了聚會的氣氛 所以我們夜神生活當中 聖經裡為什麼會這麼強調這件事 譬如祭司 為什麼會有祭司袍呢 其實神祢會看到 在舊約裡面 是用祭司袍去說出 一個人的信用內涵 對不對 沒錯 原來我們的服飾 是代表了我們的性格 所以祭司袍呢 如果能夠是代表了那個人的性格 那人的性格是怎樣 是聖結的 是愛主的 對不對 所以連舊約也是用這個方法去表達 所以我們現在來說 身為一個激逃 其實我們應該無論男女 都可以以我們現在說的這個標準 去選擇 事實上 無論哪個時代哪個地方都好 他端莊的定義基本上都不變 會是第一 穿得比較保守 絕對沒有可能有暴露和標旗立意 因為標旗立意不單是代表了 你的服飾是正統 正正經經 亦代表了你不會說 今次和俠次變得很重要 今次穿西裝打拍 下次穿到鳳凰 這種變得太重要 都是屬於吳端莊 沒有過正形那種 我正在說這些 而這些經文也是這樣 神給這些經文我們的原因 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提問戴前書第二章第九至十節 又願女人廉恥、自首 以正派衣償為裝飾 不以天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償為裝飾 只要有善行 這才語自稱是精神的女人相宜 天派衣償為裝飾 從著天外 都升年我 今慶長讚美愛兮 身泡起世界掛獻 成殺天敗美 我深願望 我佔陽尋求你面 天天也與你相見 全能上绣光现彰显 来见识所不于圣殿 过去我相伤 笑笑神恩典 看见识所不于圣殿